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是香港某所中学的一位现任教师 据他介绍 他有一群朋友 几年前认去英国的 现在在做的基本都是些体力活 比如超市销售员 快递员 以及在亚马逊的超市里当搬运工等 这些香港人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低 很多都有本科或研究生学位 但是这些东西到了英国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吧 也可以说没有一点用 因为英国人压根不认你这个 而且自脱欧以来 英国的经济状况一直就没有好过 这几年受新冠疫情冲击更是每况愈下 本来英国的就业市场上就没有多少体面的工作岗位 可以供应给求职者了 英国人自己薛金的脑袋都还排不上号 哪能轮得到你们一群拿着BNO护照的香港人 跑过来抢神呢 话虽如此 但是用黄大卫的话来说 他那群人在英国的朋友 对于自己的现状似乎还挺满意 虽然当搬运工和快递员是辛苦了点 但是万事开头难嘛 这毕竟异国他乡的哪能一上来 就让你过上人上人的好日子呢 这几年经济不景气 能找到活盖就算好的 不管怎么说 这好歹也算是个学习英语结交朋友 深入体验英国社会的机会嘛 先把自己手上的活干好 等以后积攒了足够的人脉和工作经验 不就可以换一份更好的工作了吗 黄大卫口中所谓的更好的工作 其实就是指当货车司机 他说他有个朋友在英国已经干上这份工作 觉得这份工作很充实 让他觉得很快乐 开货车对你的英语水平没有太高要求 你只要了解英国的交通法规和驾驶路线就行 货车司机是为数不多的香港移民 在跑去英国之后所能从事的待遇可与香港媲美的工作 所以很多润英港人都有一个当货车司机的梦 而且英国的住房成本虽然也高 但是和香港的一比其实也没有痛苦到哪去 而且相对来说市内居住面积反倒还更宽敞一些 只要身为润英港人的你能在英国当上货车司机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你的收入水平足够支撑你在英国租到一间比香港更大的公寓 除了可能或许大概应该还算有点笨头的前程之外 在黄大卫看来对于很多润英港人来说 特别是那些已经为人父母的润英港人 要说支撑起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待在英国的最大洞里 那么定非他们的子女莫属 用黄大卫本人的原话来说 那就是我那群人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他们之所以下定决心离开香港 宁可选择移民英国去当苦力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孩子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留在香港 因为他们担心日子异常 受如今香港愈发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分为熏陶 他们的子女早早晚晚会变成心向中国的爱国者 他们将其称之为小粉红 也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家长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变成那样 变得和自己不一样 所以他们宁可背井离乡 把孩子带到人生地不熟的英国 免得日后自己和子女因为政治话题而产生争执 弄得鸡飞狗跳 家庭不合 换句话来说 这些未认父母的润饮港人 是因为生怕自己的子女留在香港 变成一个爱国者 所以才拖家带口 认去英国干林工当苦力的 讲道理 这几年我也出了不少有关润饮港人的内容的 和这帮人相关的报道短视频更是看了很多 这帮人给自己认出香港的行为 所找补的各种借口 我都算领教过了 但是这么清奇的说法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二 最怕当家长的在歧途上颠沛一声 到头来还哄骗孩子自由可归 不是因为英国的教育条件更好 也不是因为英国的育儿氛围更佳 更不是因为自己在英国有乌有产 亦或是能在那边给子女安排更好的前程 这帮人之所以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带到 哦不对 我觉得用带这个动词都不太合适 因为这事我估计他们压根就没和自己的子女商量过 他们的孩子根本没得选 你却说孩子是被他们带到英国的 倒不如说是被他们拐到或绑到英国的 这帮人之所以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拐到英国 纯粹就是因为容忍不了子女们可能会产生和他们不一样的政治观点 所以他们当父母的必须要把这种潜在的恶兆给掐死在摇篮里 怎么个掐法呢 继续留在香港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在经历了2019年的那个黑色夏天之后 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大力整治下 随着国安法这台超大型空气净化器的开启 整个香港的社会风气随之焕然一新 这几年陆港两地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加深 大湾区建设搞得红红火火 深中通道的启用更是让为数众多的香港市民对内地生活趋之若鹜 很多香港民众的嘴上未必会说 但他们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双脚双手给出了回答 如果在那些润阴港人看来 香港市民对内地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效果 就等于主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就等同于主动把自己的政治光谱给染成粉红色 那么我们确实有理由可以说 今天多的是香港民众已经成了小粉红 古惑在山里头林尚义所饰宴的牧师一角 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 我当牧师当了也有几十年了 我和街坊邻居们讲耶稣他们未必信 现在我喊他们砍你你猜他们砍不砍啊 当然砍了 我觉得这话现在其实还可以换个表述形式 香港回归到祖国到现在也有几十年了 我和香港市民们讲马列主义 他们未必听得尽 现在我开通声中通道 请他们过来和阿嬷首座吃泰尔酸菜鱼 你猜他们来不来啊 当然来了 物质是第一性的 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脱离物质现实单独存在 就算存在得了一时也存在不了一世 阿嬷首座也好 泰尔酸菜鱼也罢 又或者是声中通道 这些就连香港市民都欲罢不能的好东西 归根结底也是在我们内地肥沃的社会主义土壤里 茁壮成长起来的 你接受这些物质的东西时间长了 或早或晚或多或少 你肯定是会受到我们内地的主流氛围的影响 这倒不是说你一定会变得像我这种市井大妈这样生红 粉红也未必 但至少也是淡红或浅红的 对此那些润英港人心知肚明 所以他们才会想方设法的把孩子拽去英国跟他们一块受苦 别看这群人嘴上说的好听 张口闭口都是为了孩子 可要是孩子留在香港能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和就业前进 而他们这群当父母所要付出唯一的代价 就是给予孩子们成为热爱祖国的良好公民的权利 你猜他们舍得做出这种取舍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舍不得的 因为他们对子女那所谓的爱 说到底就是一种对孩子自由意志的剥夺和绑架而已 他们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爱 而是见不得一点点意见的极端偏执的控制欲罢 可即便如此 即便这些为人父母的润婴岗人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他们的子女给拐到英国 自以为隔绝了香港现代愈发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 他们就能强行把孩子的个人意志 给调整到他们的频道上来了 但我却觉得这种做法终究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现在的社交媒体那么发达 谁还没有个TikTok抖音音死小红珠号了 你能把孩子们拐到英国去 你还能拦得住他们看什么呢 只要上网的时间一长 他们早晚都会被中国这边热闹非凡的烟火气息给俘虏的 到时候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的跑回中国来 就算一时半会回不来中国 他们也会因此而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 和他们的润人父母产生分歧 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拐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异国他乡来呢 如果不是你们的一意故行 我现在不就能和香港的小伙伴们一样 早早体验到祖国大陆的万子千红了吗 我恨你们 你们把我这辈子都给毁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范世贵 一想起被他拐出去的那个能当他女儿的老婆 还有那俩能当他孙女的女儿 我知道今天都还是会忍不住摇头叹息 而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群为人父母的润饮港人 他们其实和范世贵也没什么区别 因为生怕孩子的胸膛里长出一颗热爱国家的红色良心 这帮人宁可把自己的干肥肠子都挖出来 丢进大肠赶军严重超标的泰晤士河里 发黑腐烂直到最后臭不可闻 我想起了多年以前读过的一句话 在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想将它稍作修改 即使作为本期内容的结尾 同时也是作为送给诸位润人父母的寄语 最怕当家长的在歧途上颠沛一声 到头来却还哄骗自己的孩子 说什么自由可贵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